自問在東京通人你 有沒有察覺到這個快被我們去到爛的城市 奇怪得來又充滿魅力呢? 今次我會帶大家左村右插東京街頭 找盡怪誕鬼奇的經典 喂!Claudia!有有趣的東西不適合我? 讓我又跟你看看有什麼不怪 就是怪到如果你覺得東京不怪才怪呀! 相信大家都聽過女卜cafe 但你知道女卜cafe都有很多種嗎? 女卜cafe有很多種我就不知道 但去的人有很多種我就知道 那我這種呢 就當然是注重... 一些東西好不好吃 咦? 喂喂喂喂喂喂 喂!等等! 很大對比呀! 跟我想像中 一向都說你膚淺的啦 這間女卜cafe 清一色都是有肉的女卜 人氣是絕對不輸給普通的女卜cafe 竹水堂 他叫堂啊 這件事太有意味了 對這種身形 她們不是叫肥 而是卜ca理系的女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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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切 甚麼女卜ca理系的女卜 那是哪個女卜 她的女卜遙 在其他女卜遙的女卜 還會有很多女卜遙 但是 我家的店 很甜的女卜遙 就是這個舞蹈中美女的 例如你主人和嬢姐姐姐 就是我們來吃飯的樣子 所以他們在吃飯 這件事是很開心 如果想要在小雪女的女生 有什麼情況? 這個情況是BMI 所以有24人之間 那我叫你52人之間 Gozhuni? 太誇張了,是不是? 但正常是多少? 來Made Cafe 重點是不是食物 但你一定要點一些 請いただきました 啊,是 一定要點一些可以跟女僕互動的食物 はい,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 一人食べませんか? あ,食べ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真的有點愛的感覺 畫了圖畫之後 是不是我太誇張了 除了食物之外 在女僕cafe這裡 還可以跟他們玩遊戲 拍照 不過當然全部都要加錢 電話可以上網 就可以不斷打卡留念 但也要記得問清楚女僕的意願 和cafe的規矩 我覺得跟普通餐廳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裡的女僕 會很主動地和大家聊天 當日就算有不懂日文的外國遊客 遊客來玩 都一樣玩得很開心 這樣看來真的挺溫馨的 不過難得來到女僕cafe 還有一些刺激少少的東西玩 喂喂喂喂喂 先生,我說刺激少少的 你小心你的腰啊 葛花入葛眼 就算體型不一樣 我相信不同的女僕cafe 都帶給客人一樣的歡樂 而在這裡 我覺得就是歡樂得來 又多了一份安全感 CMHK的高拍數據盲遊組合 覆蓋日台、泰、英發等多個熱門旅遊地點 平均日費最便宜只是9元 只要你是CMHK的現有客戶 就無需換卡 不啟動不收幣 到埔即融 適合了 喜歡想何時飛就何時飛的你了 有沒有試過你對一個動脈的愛 已經濃烈到你想展現人物的髮型呢 那你就要理解一下這個地方 喂 這個叔叔的青頭是甚麼名堂啊 CMHKDOWN